完间6点03分 21世纪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在台北市有个幼稚园呢 于姓少东控告一对母女 说她们骗婚诈裁 她说呢这个女孩小的时候呢 就读她们家开的幼稚园 因此呢认识了女童母女俩 那么女童的妈妈就跟她讲呢 这个小女孩长大之后就会许配给她 因此呢她支付了女童的学杂费 等等开销长达九年 但是女童长大了 嫁给别人还当了妈 因此她愤愤不平要控告母女俩诈欺 但北剑认为这什么年代了 这种所谓的未来婚约 违反了善良风俗予以不起诉 20岁女孩张相清秀笑容甜美 嫁做人妇生了小孩 却被指控涉嫌骗婚诈裁 16年前照片中女孩 从后方环抱于姓男子 或依偎在她前方看似亲密 女孩妈妈也一起出游淡水 过去关系不错 现在已经决裂 于姓男子是这间幼稚园 少东 女童和弟弟在这念书 当年少东和女童差24岁 他指控女童妈妈说要把女儿嫁给他 誓约书写下 民国92年向于先生提及 长女成年时 跟于先生共结连礼之事 无误 并签名盖手艺 不过少东透过脸书 看见女孩挺挺玉立 嫁人 当妈 心都碎了 出游很多次 然后明目零零种种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诉求 就是说他保证要把女儿许配给于先生 他现在心情状况很沮丧 一大跌借据将近30张 悠游卡的生活开销 还有买女性用品及四五汤 以及后来女童长大念高职 买制服及学费 9年来都是与姓男子付的钱 甚至上千上万不等金额 多次借款 加起来近百万 他所提的项目跟金额 都是这个女儿读夜间部的时候 一些生活上还有学校的 各种项目跟金额 如果说女儿不是共犯的话 这个母亲怎么会知道这些 戏目跟金额 当年未来婚约 孟岁幼稚园上冬控到母女俩诈欺 但检察官认定 男子资助母女买婚行为 违反公序良俗 就算立约也无效 处分不起诉 记者陈嘉宾戴秋荣 台北众号报道